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偏偏在家也不能有分毫放送 因为母亲总会一边又一边回放石拉上一期的节目 顺便指出她的不足 什么口音不对了 什么衣服穿得太亮或太暗了 总之就是各种跳毛病 希望让石拉表现得更优秀一点 省得被人拽下来 石拉也都习惯了 但公司最近来了个新的美女主播小雅 新闻部的人开会讨论 说这个小雅表现不错 靓丽的外表 可以缓解新闻的沉闷 话里话外都是夸她的意思 可石拉却看出了小雅在专业性上的不足 说感觉她还是不太稳定 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部长也认同了这一点 毕竟基本功不同 新闻还是要主播上才行 小雅可以作为艺人主播 听到部长这么说 石拉悄悄笑了一下 这天晚上开播之前 有同事拦住了即将上播的石拉 说有人打了个电话来 店名要石拉接听 石拉接过电话 她听声音发现 对面是个挺年轻的女孩 女孩瑟瑟地说 最近有个男人经常听着自己和女儿 她很害怕 还说那男人闯进了自己家 要加害自己和女儿 但当石拉问出地址 提出要帮她报警时 女孩却拒绝了 说只想让石拉过来 报道自己的死讯 这样即使死了 也是有价值的死去 因为之前也有石拉的狂热粉丝 打这种无聊的恶作剧电话 说石拉不去见她 她就从楼上跳下来 所以同时便劝石拉挂断 尽快去录制节目 但电话另一端的女孩 比她更速度 短暂地说了一句 她杀了我女儿 就挂断了电话 接完电话上播后 石拉表现得有些精神不宁 时常发呆不说 就连提示板上写的字 都看得有些模糊 不过石拉很快正顶了下来 猛下大腿保持冷静 这才坚持到下播 坐在自己公位上 石拉又响起了那个电话 只是再拨回去 对面已经成了盲音 回到家里 还没等开口 母亲就开始质问石拉 为什么会在情投前 出现这么明显的错误 石拉说起节目前接的电话 也没电话 所以才心生不宁 她在想要不要报警 让警察去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没想到的是 母亲竟然主张让石拉去看看 确定一下事情的真假 假如是真的 那么她的工作就能再生一计 变成现场播报的记者主持 石拉也有些行动 于是便冒着大雨出了门 独自一人赶往女孩家里 可不管站在门外的石拉 怎么敲门 怎么按门铃 都没人理她 情急之下 石拉扭动门把手 没想到女孩家竟然没锁门 喊了句失礼了 石拉就开始一步步走进屋内 可刚踏进去 就踩了一脚的水 屋子里有些阴森 但墙上却贴着一些可爱的手会画 很快 石拉听到了浴室里传来的水声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浴室的门 下一秒就看到 溺死在浴缸里的小女孩的尸体 这刻把石拉吓了一大跳 忍不住捂着嘴往后退 可就在这时 卧室里传来了响动 石拉大着胆子打开门 却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次石拉学聪明了 进去之前 她先给警察打了个电话 挂断电话后 又按照从公司招来的号码 给女孩打了个电话 这次铃声从卧室的衣柜里传来 石拉小心翼翼地打开柜门 结果发现 女孩披散着头发 挂在衣柜的横梁上 旁边就是亮着屏幕的手机 女孩长发盖出了整张脸 看不清样貌 石拉被这一幕吓得直接坐到了地上 警察接到报案赶来 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那时石拉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干练 警察告诉石拉 屋子里面是20多岁单亲妈妈 和5岁女孩的尸体 20多岁的单亲妈妈被勒死 女儿则被人摁在浴缸活活溺死 实在是惨绝人寰 石拉拿着话筒采访女孩邻居 问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结果邻居说 那个单亲妈妈对唯一对女儿疼爱 甚至为了照顾女儿主动休学 不过他们母女俩并不爱走动 所以邻居并没有提供更多有用的线索 说话间 女孩的尸体被警察抬了出来 石拉看了一眼 却发现尸体的手指好像动了一下 但等她细看 却发现那不过是自己的幻觉 警方经过初步调查后发现 女孩应该是自杀 因为屋子里并没有外来者入侵的痕迹 不过这也只是警方的判断 结论具体怎么样 还要进行更详细的调查 母女俩自杀的消息 很快就上了当天的晚间新闻 坐在屏幕前的石拉 听着节目组人员播放的电话原声 突然在玻璃上 发现了女孩死亡时的倒影 她害怕地瞪大眼睛 可下一秒却发现是自己看错了 可女孩死亡的样子 一直萦绕在石拉眼前 她忍不住向同事求助 同事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 还十分有经验地问石拉 有没有看到那女孩的脸 遇到这种事 只有看到死者的脸 事情才会过去 不然就会一直跟着 发现自己尸体的人 石拉害怕得不行 但女孩上吊时长发盖出了脸 根本看不清样貌 所以只能默默忍着 下班准备离开时 石拉看到了不久前 刚跟自己分区的丈夫 不禁有些心疼她 这么晚还在加班 丈夫也亲密地问石拉 不久后有个聚会 要不要一起去 其实两人之间 并没有太大的矛盾 之所以分区 是因为石拉的母亲 不愿意女儿在这时候怀孕 影响她的工作 所以才不断找女婿麻烦 辞职一早 警方公布了案件的调查结果 女孩是自杀 至于她五岁的女儿 应该是被女孩自己杀死之后 丢进浴缸里的 因为怀孕生孩子 女孩休学不说 还跟家人断绝了来往 就连女孩家人都不知道 她丈夫是谁 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女孩患上了精神类疾病 对自己的人生极度悲观 于是便决定与女儿一同寻死 得知事情样貌后 石拉也去不敢置信 还有一些心疼女孩和她的孩子 但回到家后 正在削苹果的母亲却冷漠地说 你怜悯他们 这世界也不会有所改变 不管怎么说 连女孩都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孩子 还说这就是一件普通的雄杀案 让石拉冷静看待 石拉想要争辩 说女孩死前打了电话给她 明显是在求救 但母亲却拆开话题 转让石拉小心不要怀孕 不然她的所有成就 所有心血都将复制东流 石拉不满地咬了一口 母亲递过来的苹果 却发现表面雪白的果肉 里面早就坏得一塌糊涂 只好吐了出来 母亲见女儿还不开窍 只好说 一味地报道事实 并不能成为话题 想要更进一步 得抓住机会才行 此日一早 新闻部召开会议 准备报道 卫护妈妈与孩子 结伴自杀这一事件 想要赢得观众的关心和怜悯 但在母亲的提点下 石拉提出了和往常不一样的看法 她认为这件事 并不值得以怜悯的态度看待 不管怎么说 卫护妈妈觉得生活艰难 所以杀死了自己孩子的事情 都不值得同情 她的冷漠让同事十分气愤 他们纷纷质问石拉 作为叫到女孩最后求助电话的人 怎么能这么冷漠 可部长却拍板同意了石拉的看法 说作为新闻人 冷漠一点也未尝不是坏事 还说这件事的侯须 要全全交给石拉 让她务必搞得热闹一些 下班后 石拉再次来到女孩家里 想要找一些文件书信之类的 好挖掘一下女孩生前的心路历程 做成节目增加关注度 可没想到 在这里她碰到了一个非常可疑的陌生男人 不停地在屋内翻找 鬼鬼祟祟的 一看就不是好人 见状 石拉连忙躲了起来 顺手抱了个紧 等警察赶到抓住那个男人 石拉才得知他的身份 原来这男人并不是小偷 而是女孩生前的心理医生老崔 之前一直对女孩进行心理疏讨 不过奇怪的是 女孩在自杀前曾找过老崔 说自己病好了 不需要再接受治疗 因此老崔终止了治疗 结果最后却出了意外 老崔以为是自己误诊了 所以想来找找线索 看女孩在自杀前 她的心理疾病到底有没有好 毕竟十年前老崔就有一个患者 因为她的诊断失误 所以就从她的诊断室跳楼自杀了 察觉到有内幕的石拉 连忙上前询问老崔 可不可以告诉自己 女孩生前的精神状况 以及心理状况什么的 可老崔却以 这是病人的隐私为由拒绝了 但石拉却觉得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于是干脆去医院挂了老崔的号 因为在上班时间 所以老崔也表现得十分可靠 她告诉石拉 女孩早就在其他医院 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是之后才转过来的 但她发现一天 她过来说自己好了 让老崔不用再给她开药了 石拉切而不舍地追问道 那女孩死前给自己打电话说的 那个闯入自己家 要杀害自己女儿的人是谁 老崔笑着说 那谁知道呢 说不定是她编出来的 为了逃避找出来的也不一定 不过也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或许下一秒就会找上你 石拉还想再问 却被老崔手腕上的表晃了一下眼睛 这一刻石拉发现 老崔好像在对她进行催眠 手表反射的光线 以及老崔办公室里放的 各式各样的催眠道具 都让她不知不觉中被催眠了 石拉一个晃身 似乎又看到了女孩死前的脸 之后 石拉独自跑到卫生间呕吐 她以为是自己压力过大才会这样 这一天是石拉准备的直播访谈 内容就是对女孩自杀前的心理剖析 为此 电视台特意请来了 韩国著名的心理学教授 不过在访谈中 石拉却再次产生了幻想 先是看到教授脚上 出现了一根挥洞的绳子 再来便是有一双手 拍上了自己的肩膀 紧接着 石拉突然觉得 自己被一双手掐出了脖子 耳边还传来了 女孩喊自己姐姐的声音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惊诧不已 石拉的反常举动 以及手臂上的血 都让这场访谈成了灾难 接触访谈后 石拉独自跑的卫生巾 想洗掉自己胳膊上的血子 却不料越洗越多 整个洗手池里的水都变成了红色 石拉吓了一跳 可定睛看去 池子里的水却恢复了正常 这场直播事故 直接让石拉丢掉了 九点档主持人的位置 顶踢她的 自然是被领导们看好的美女主播小雅 看到小雅坐上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石拉万分无奈 不过部长却说得好听 是暂时调整 还让石拉回家休息两天 调整好状态再来 回到家里 正坐在椅子上发愁的石拉 突然看到母亲拎着酒瓶 醉醺醺地走了进来 还责骂石拉怎么回事 这么重要的时刻怎么能掉链子 这下想爬上去该有多艰难 一再忍耐的石拉终于爆发了 她和母亲大吵一架 把母亲推出门外 可母亲却依旧不依不饶地 在门口大呼小叫 说自己为石拉奉献了一声 石拉不该这么对她 头痛欲裂的石拉 偶然想起了心理医生老崔 她觉得一定是这个人 用自己的催眠术 催眠了病人 使他们自杀 现在自己的幻觉 肯定也是她干的 于是 石拉再次来到了老崔的办公室 她问老崔 女孩在生前 有没有接受过催眠治疗 老崔说有 因为女孩说自己有一段时间 经常会头痛出现幻觉 觉得自己被鬼附身了 所以拜托她帮忙催眠 不过在自杀的前一天 女孩带来了一本画册 老崔说 就是为了这本画册 所以她才回女孩家里寻找线索 石拉打开画册最后一页 发现上面写着 陌生人入侵这几个字 老崔解释道 她怀疑女孩的死因 根本不是情权分裂 或过度被伤 而是因为患有多重人格 另一个人格 就是女孩说的那个 入侵她家并掐死的女儿的人 所以这个人不是她 而是她 是女孩的另一个人格 石拉趁机提出 自己因为目睹女孩的死亡现场 所以最近总是出现幻觉 那女孩一直出现在她身边 无法忘记 现在已经影响到她的日常生活了 希望老崔能帮她治疗一下 但老崔却问了她一个问题 问她有没有看到过 跟在自己身边那个女鬼的脸 石拉愣了一下 说没有 老崔反问道 既然你没看到女孩的脸 也没看到鬼影的脸 那你怎么确定 跟在你身边的东西 就是女孩呢 或许是另外一个人也不一定 不过老崔说 只要重回案发现场 看到那张被头发盖住的脸 就能解开信息 鬼影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简单准备后 石拉接受了老崔的催眠 被催眠之后 石拉来到了一片田野上 在这里她看到了一个小仓库 打开仓库的门 打开后 里面有一条长长的 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走下楼梯后 石拉发现自己来到了女孩家里 脚下的水将石拉带回了 那个雨夜 那个混乱的房间 催眠还在继续 而这时 老崔已经发现了 石拉口袋里 晾着的正在录音的手机 在老崔的鼓励下 石拉走进了女孩的房间 但这次鼓起勇气 打开衣柜柜门的石拉 却没有看到女孩的尸体 里面空空如也 感到害怕的石拉想要出去 却发现房门被锁上了 这时她回头 却发现那个逼站着头发的女鬼 再次站到了衣柜里 石拉被吓得慌忙逃离地下室 此时外面已经到了黄昏 无数蝙蝠冲着她飞来 然后一股脑地涌进了地下室 紧接着 石拉看到里头长着鹿角的熊鹿 可很快 那头熊鹿变成了顶着鹿角的女鬼 紧接着 石拉背后伸出了一双手 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不能呼吸的石拉拼命挣扎求救 声音惊动了办公室里的老崔 老崔并没有帮石拉解除催眠 而是鼓励她去看那女鬼的脸 可石拉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 老崔只好上前帮忙 却意外看到了石拉手臂的伤口 半个小时后 石拉结束了催眠治疗 开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等待红绿灯的石拉打开手机 发现自己的录音内容已经被老崔删除 没了翻盘的筹码 石拉只得任命 面对眼前的部长 石拉本想打感情牌 说自己在这里工作了七年 七年以来 一天都没有请过假 可以说是为公司奉献了一切 现在得到这么个结果 她是怎么也不愿意接受的 可部长却冷漠地说 大家都知道你很努力 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石拉不打算任命 而是告诉部长 关于母女自杀案 自己已经掌握了新的线索 她查到 女孩生前的心理医生有些不对劲 这个线索很可能会使事情翻盘 但部长却说 这个案子已经结了 再啥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让她早点放弃 愤怒的石拉砸碎了化妆间的镜子 可四分五力的镜子里 竟然映出了一张笑着的脸 晚上 石拉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一头栽到了床上 母亲心疼地给她盖上被子 这时 老翠给石拉打了个电话 打算问问她现在感受如何 有没有好一点 但接电话的人 却自称是石拉的母亲 她还告诉老翠 以后女儿石拉不会再去接受治疗了 石拉担心的事情 自己会帮忙解决 挂断电话后 母亲拿着应用小雅的杂志进行出神 等到第二天 石拉醒来的时候 没看到母亲 反而看到了睡在沙发上的丈夫 丈夫看到石拉拿出 早就拟写好的离婚协议书 彻底火了 她质问石拉 什么时候才能不听母亲的话 不做她的傀儡 母亲让她分居她就分居 让她离婚她就离婚 她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想法 两人吵来吵去 知道丈夫在阳台上看到了摔嘴的花卉 以及被刀子划拐的杂志 那杂志上分明就是 顶替石拉的女主播小雅的脸 石拉在短暂吃惊后才意识到 这次工作调动 最受打击的应该是自己的母亲才对 她慌慌张张地跑回家 想要跟母亲详谈 谁知打开家门后 屋内却是一片狼藉 高脚背被摔碎在地上 屋子里也是一副许久没人住的样子 担心母亲出意外 石拉联盟打电话 但没想到母亲的电话无人接听 华拉通话记录时 石拉意外发现 老翠昨天给自己打了电话 便播过去询问 老翠是不是跟母亲通过话 老翠沉默了片核后 坚持让石拉来一次医院 说她已经有关于石拉看到的 那个女鬼的线索了 比起就穿自己的鬼影 石拉明显更关心自己的母亲 于是她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还证明老翠利用催眠玩弄患者 自己的所有异常都是因为她 在被告通电话后 石拉没有放弃 而是找上了石拉的丈夫 在这里 石拉的丈夫告诉老翠 或许需要治疗的不是石拉 而是石拉强势的母亲 说完还把她带到了 被丈母娘弄得满地狼藉的阳台 细心的老翠在垃圾桶里 发现了一张一个月前的笔巢照片 很明显 那时候石拉就怀孕了 而另一边 石拉苦苦追寻的母亲 却来到了YBC电视台 找上了顶替自己女儿的 新晋女主播小雅 她带着小雅来到了电视台 一个老旧的工作间 母亲告诉小雅 很久以前 她也是YBC的当红主播 不过后来因为怀孕了 只能被迫放弃自己的事业 回家照看孩子 如今她不允许有任何人 阻碍女儿走向成功的步伐 下一秒 母亲便拿着刀子 捅在了小雅的小妇 鲜血喷涌而出 小雅眼里满是惊慌 随后便扑通一声倒地 与此同时 老翠也来到了石拉母亲的家 她在地上捡到了一张 YBC电视台工作证 上面的人正是石拉母亲 通过观察 老翠还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屋内墙壁上的花纹像蝙蝠 又比如屋子窗户外面 有一些小仓库 这一切都和石拉被催眠时的梦境对上了 老翠想她马上就能得到答案了 失智表现奇特的老翠 却迎接了石拉丈夫的怀疑 他不老翠暴躁一顿 问老翠到底是什么人 又有什么目的 老翠却说来不及解释了 现在重要的是解开石拉的心结 说完 老翠跑到仓库这边 撞开了仓库的门 果不其然老翠看到了 长长的向下的楼梯 小心翼翼走向楼梯的老翠 在看到地下室内的景象时 被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跟在后面的石拉丈夫 看到地下室的场景 也吓得瞪大了眼睛 日间地下室里挂着一具尸体 那正是石拉的母亲 尸体早已腐朽 二人连忙打电话报警 在警惕声中 老翠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这也是他一直想让石拉 再到医院进行治疗的原因 他怀疑 石拉和那个已经死掉的女孩一样 都患有人格分裂 因为那天晚上 接她电话的人就是石拉 但是石拉却说 接电话的是自己的母亲 也就是说 石拉的另一个人格 扮演的是她的母亲 不过看起来 石拉丝毫不知道这件事 此时的外面在电视台内 众人忙成一片 眼看就到九点要开始直播了 可同事们却怎么也找不到小雅 无奈之下 只能先让石拉顶上 此时还是母亲人格的石拉 笑着坐在了镜头前 开始对着稿子进行报道 科尔基里突然传了第一声杂音 却忽然让她切换回了主人格 醒过来的石拉 与些迷茫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旁边的男主播提醒她出结尾词 石拉短暂疑惑后 迅速进入状态 纸上写的是母亲人格准备好的词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桩旧案 也就是担心母亲 带着六岁的女孩自杀的案件 不可幸运的是 当时有邻居听到女孩的哭声 报了警 这对母女才幸免于难 石拉念完之后才发现 这些案件有些熟悉 低头看向稿子 石拉发现 稿子莫为写着这么一句话 只要没有你 九点当的位置就一直是我的 这句话唤醒了石拉 早已忘记的痛苦的童年记忆 恍惚间 她听到了自己的哭声 还看到了掐着自己脖子的母亲 母亲披散着头发 面目猙獰地对她说 要是没有你就好了 就在这时 被捅了一刀浑身是血的小雅 摇摇晃晃地走进了直播间 然后扑通一声倒下 周围的同事们纷纷围了上去 石拉也不例外 但她却在混乱之中看到了母亲的身影 将一些串联起来的石拉怀疑 伤害小雅的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于是她连忙追了上去 便追便给老崔打电话求救 石拉说 自己母亲很可能就是捅了小雅一刀的人 电话另一头的老崔听完后沉默了片刻 问石拉现在在哪 石拉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已经被母亲 带到了电视台的旧化妆间 发现石拉在给老崔打电话 母亲笑着躲过手机 挂断了电话 看着向他人求救的石拉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让女儿认清现实 于是转身捡起碎脸的芯片 在手腕上深深地滑了一道 下一秒 石拉的手腕上也出现了同样的伤口 石拉强整着同意 问这是怎么回事 母亲却说 你不知道吗 我就是你啊 这时 好不容易确定石拉位置的老崔 终于来到了旧化妆间门前 看到屋子内的一片狼藉 她神情复杂地走进来对石拉说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其实你的母亲早就死了 你看到的母亲 不过是你的另一个人格 石拉满脸震惊 想要回头确定母亲的位置 但奇怪的是 当她回头时 母亲却突然不见了 那块割伤手腕的镜片 此刻就捏在自己手里 石拉吓得直接丢掉了镜片 紧接着 老崔却将真相一一告诉了她 那个接电话自称是石拉母亲的人 是石拉的另一个人格 今天想要杀小雅的人 也是石拉的另一个人格 这个人格是石拉没办法接受 母亲上吊自杀的事实 走而分裂出来保护自己的 在老崔的引导下 石拉慢慢说出了事情真相 这一切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那时的石拉发现自己怀孕了 便想先生下孩子 以后再追逐事业 可这却引起了母亲的不满 母亲认为 石拉应该打掉孩子 因为孩子是她的累赘 也是她事业路上的绊脚石 这些话让石拉埋在心底的恨意 彻底爆发了 她最近帮母亲整理物品时 发现母亲三十多年前 也是YBC的当红主播 但因为生下女儿的原因 所以不得不退位 照顾女儿 日复一日地照顾女儿 让她心生怨恨 甚至想要亲手掐死六岁的石拉 好在被邻居发现后 急迟报警 这才避免了悲剧的产生 不过因为石拉年龄太小 所以抢救过后失忆了 忘记了这段可怕的回忆 这次看到母亲屋内珍藏的报纸 再重新想起来 那晚她话语里满是怨气 甚至说出了 想让母亲永远从自己生命里消失 这样的气话 母亲愤怒地掐出石拉的脖子 就像她当年 对六岁的石拉做的那样 两人争之间 石拉被划伤了眼角 这也是开头时 石拉眼角莫名出现的伤口 送母亲这里离去后 石拉独自一人掩饰悲伤 母亲却比她更加绝望 因此选择了在地下仓库里自杀 此日回家想要道歉 却意外发现母亲 伤掉自杀的石拉 为了抹去这段痛苦的记忆 硬生生分裂出了第二个 名为母亲的人格 讲试完这些后 石拉因为精神状况不好 直接引发了大出血 陷入了三天三夜的昏迷之中 在这场昏迷里 石拉想起了另外一些 被自己遗忘的东西 比如和母亲相处的幸福点滴 又比如母亲说 拥有她这个女儿很幸福 若是能再重新选择一次 还会剩下她 电影的最后 石拉从昏迷中醒来 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保住了 接着石拉流着眼泪说 太好了 还活着 不知道她是感慨自己还活着 还是感慨自己肚子里的孩子还活着 电影主播是2022年 新上映的悬疑惊悚电影 影片的前半部分 悬疑惊悚的氛围 拿捏得十分到位 吓人的桥段也是触目惊心 那披萨着头发的女鬼 更是让人头皮发麻 后面剧情就比较简单了 是一个现代职场女性 在面临生育时的恐惧 片中还杂入了原成家庭 亲密关系 精神分裂 女性困境 等当下女性会面临的焦虑 值得深思 好了 以上就是电影主播的全部内容 我是巴克 我们下集见